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会山》的一篇报道 其实它报道内容呢 理论性很强 第十次修正案 川普的豁免权 最高法院和川普 那这个内容本身 它就讨论了最高法院的地位位置 应该怎么办 本来它是一个 就是很简单的 与法律相关的一个评论 法律相关 政治相关 川普相关 结果在国会山 它的报道本身呢 已经持续置顶 从它一出来就置顶 代表今天美国社会 就是所关心这个问题的人 太多了 置顶是这个 我们可以这么解读 所以本来对于我们来讲 我觉得因为它理论性太强 不是新闻性 它是一种前瞻性的东西 但是呢 它代表美国社会的焦虑 就是它的焦点 全体就是大多数美国人 都在关心着一个问题 最高法院 川普 豁免权 和竞选资格 这样的话 它在生命认知上呢 在我们的生命认知上呢 就是最高法院出了个笑话 这个笑话就是 在2020年 它当时又如果 Tag解决了川普问题的话 就是2020年大选问题的话 就不会有今天的场面 结果2020年 它不解决 结果到了今天 2024年 它要解决 一前一后 两边都得解决 所以两边都得解决 同样的案子 就是一个是2020年的 川普豁免权问题 一个是2024年的 川普竞选资格问题 你躲得了初一 躲不了十五 这是我们跟大家讲 其实为什么我觉得 这种新闻 在我个人的眼睛里看 我们是另类看这种新闻 如果朋友 你想看这个新闻的话 就叫 The Hill.com 国会山报 它一直保持在 最多人去看 所以这是一个 因为 国会山本身呢 在美国社会 比较有名 就是它不太像 它的针对性蛮强 就是围绕白宫 对吧 围绕着华盛顿特区的故事 那它围绕本身呢 这就是川普 就是本来就是一个最主要 所以这就成为了 在我眼睛里看的真正的焦点 他讨论半天 他就说 最高法院跑不了 跑得了初一 跑不了十五 你必须要处理它 处理的原因呢 来自于科罗拉多州 跟缅因州 那而川普已经 把缅因州呢 昨天告了 就是上 已经干了这把了 所以而这个 而这个 这个 科罗拉多州呢 是科罗拉多州的 这个共和党人 也已经把它告了 所以这样的话 按照他们的原文的条款 川普的名字 已经被留在 选票了 所以这是一个 技术上的一个 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川普的名字 留在选票上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因为他针对的是初选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已经不是问题了 所以川普告了 缅因州 并没有告科罗拉多州 他其实 川普的目的 也很简单 我只要选就行 那他就 而他的讨论就说 最高法院应该解决 因为不解决的话 他不解决 他也想不出 他不解决 这以后怎么办 还会来 还会没完 但给我的感觉呢 而最高法院 做出任何解决呢 都是很麻烦的 他说 如果最高法院 把这事儿推走 那就将出现 剩下的48个州 都会有人干 因为很简单吧 那恨川普的 在哪个地方都有 只要出现在三五个人 按照法律规定 出现三五个人 都告川普一把 川普就在50个州 都将被除名 他说这个不可能 最高法院 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出现 那他就得从另外的角度 去出现 去做法 就是说 那只能站在川普一边 但站在川普一边 这个东西怎么说 怎么写 因为第十四修正案 他从来没有碰过 而川普的豁免全问题 也从来没有碰过 所以这就给了 最高法院的故事 这是我个人跟节目中 跟朋友们分享的 最高法院的任命 最高法院的产生 最高法院在2020年 大选期间的所作所为 今天给他双重的压回来 要做出历史的判决 历史的故事 而这期间经历了 三年多的故事 让其实所有正常的人 都有这种 明白善恶的东西 可不是对错 因为这东西 现在对错已经说不清楚了 对不对 美国政府能说错的吗 美国政府要说错的话 这东西 美国政府得赔多少钱呢 那他 他是啊 你要说美国政府都错了 那美国国家不就选民就错了 他民选的 所以这事 这事肯定是一个 说不清楚的事情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没说 你要说美国政府没错的话 那川普是错的吗 这就是问题 所以这就是整个故事 就呈现出一个事实 美国的价值观 遭到了真正的伤害 美国价值观 这种真正的伤害 影响到今天 而作为美国国家 立国之本之基础 就是法律 那最高法院 想逃脱这份责任 是错误的 那2020年 他们就逃脱那个责任 这是错的 所以最高法院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 成为了现实的故事 他会怎么判 没有 他如果不判 这个事还没完 肯定最后还会找他脑子上 那看我节目的朋友 你要理解 相生相克道理 这是我想跟朋友 非常正经八百地提到 这是相生相克的道理 任何事情有开始 一定有结束 对不对 就像秒针 时 这个分钟 只要这个秒针一出来 它必须绕回去 否则的话 那就不叫时间 那如果这秒针出来 就必须绕回去 这东西叫时间的话 这就是生命存在的方式 那生命存在的方式 生就是死 死就是生 代表着万物存在的方式 所以任何人想逃避现实 想逃避你生命中遇到的一切 都是你的愚蠢 是你的愚蠢 沉默都是一种表态 沉默是一种表态 真的 那表态的本身 是否吻合这件事情 在天理中的要求 它将展现你表态之后的结果 和表态者本身的 当时的那种状况 就是你的表态的基点是什么 表态的基点 跟事情本身是等同的 这个事就结束了 如果表态的基点 不是个等同的 一定缠绳你没完 这就是最高法院 我们看 在我眼睛里看到了 跟大家简单介绍 这篇内容太长了 川普第十次修正案 把最高法院放 就放在眼前了 那是没错的 他的标准是用了第十次修正案 原因就是川普把缅因州告上去了 他的文章引头是这样 科罗拉多跟缅因 使得川普把最高法院给顶上了 那川普昨天把缅因州给告了 那这样就出现了结果 所以会迫使 最高法院必须审理这件事情 那裁决有可能在国家最高法院 困难时期将法官推到了 政治聚光灯之下 那最高法院已经被迫面对 川普和2024年未选的其他事情 这就是我们说的他逃不了 川普刑事豁免权的问题 就在大法官手里面 这是跟1月6号有关 而第十四修正案可能会显得比较突出 因为呢 最高法院从来没有处理过这个第十四修正案 所以他的文章内容就是这么展 就是这么表达展现 那一些州的法院 驳回川普对要在初选票上 给清楚 这些都是过程了 我个人觉得真的没有什么了 然后提到第十四修正案 他们是如何被利用的 然后提到 科罗拉多跟缅因州 他们把它付诸于实施 三月五号是他的最后期限 因为三月五号是这个 超级星期下 两个州都要进行初选 所以政府 那也就变成了最高法院 必须给州一定的时间 比如说给28个工作日 给这个一个月30天的时间 他要印选票 对不对 要表达公众 那这样的话 留给最高法院的时间就很少 所以川普就提到 有关上诉的问题 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 在他的技术层面 已经不是问题了 那美国历史上 首次被剥夺选举权 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原告是四个共和党人 两个独立选民 结果被华盛顿DC的 公民责任跟道德的司法援助 给利用了 就这么回事 那川普目前依然留在 选票场 那但是呢 原告认为呢 敦促最高法院快点干 所以我以为最高法院 也有可能根本不答复 他只要接了 他表明我接了案子 然后就是使得这个案子 达到上诉阶段 我们什么时候做决定 就另外一回事 那然后原告律师是如何如何 这个我以为重点不在这里 我想跟大家分享重点 真真正正的 就是人们所有人都在关心这件事情 那而最高法院根本就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状况 最高法院处理肯定利用手中权力 它有各种方式了 但是呢 美国的2020年选举 跟2024年选举 成为了美国真正的转折点 感谢朋友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